女人偷过情的六种表现 你能发现几种 婚姻生活发生变故不是可悲的事情 坦然面对就可以顺利解决 可悲之处在于感情出现问题还被蒙在鼓里 为了避免出现类似可悲的事情发生 以下女人偷过情的六种表现 希望能帮助你 一 女人日常生活规律会出现紊乱 以至于往常下班按时回家的她 现如今经常早出晚归 按理说加班本无可厚非 然而她每次回到家都会面带羞愧的神情 想必女人已经背叛了感情 出门在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岂止是心虚 二 女人的心已经重新寻找到归宿 在她认为感情的破裂是早晚的事情 与其勉强伪装 反倒不如痛快一刀两断 正因为如此女人会越来越没有耐心 进而看你越来越不顺眼 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 三 女人会变得日益陌生 无论是身体的疏远还是身体的冷漠 总之白天面对面无话可说 晚上背对背无事可做 她不是为你存在 而是为自己或其他的男人存在 四 女人对待你一开始不闻不问 即使你接近除她以外的其他女人 也不会引起她的注意 并且她也会应酬自己的事情 同时让你无从插手 成天到晚 持神秘密 五 周末女人会增加逛街的频率 并且不允许你陪她 等到回家你会发现 她会拎回大包小包 不乏有名牌的化妆品 以及高档的衣服 据你估算已经远远超出 她的消费能力 六 女人经常会发呆 偶尔还会冲着手机屏幕微笑 等到回到现实生活却对你很没冷对 并且她的手机密码不会让你知道 以防万一你在背地里查看她的手机 或许她的手机有些不希望你看到的文件 然而她却留着纪念舍不得删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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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